哈喽你好我是康祺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BFM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建商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 是从香港起家的终点住宿预定平台Flow 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也是这个港剧的观众呢 相信都有听过粤语的所谓中点酒店房 说的是旅馆或者是酒店提供短暂的这个下榻和住宿的服务 然后费用呢就以小时来计价 那当然了如果有看港剧的话 港剧当中的情节通常中点房的场景都会比较新山色一些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那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 一位是从香港连线 然后另外一位虽然是在马来西亚 然后住点在自己的国家也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但是呢他也在线上要来扭转我们对于中点房的这个既定的印象 实际上从这个西方世界被称之为微住宿 Microstate的中点订房趋势呢 早在十多年前就兴起了的 那英国旅游接待资讯网站Big Hospitality 2015年的一则报导就有提到过一家 2010年他就成立的dayusehotels.com 那么报道当中也有提到另外一家 buyhours.com 2015年四五月期间在英国境内的订房率上升了55% 那么2014年也在西班牙累计超过15万的中点订房申请 那今天的嘉宾Flow 他在亚洲的市场当中呢是2019年成立的 对于这种中点订房的微住宿趋势 东南亚具体呈现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马上来欢迎两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Flow的营运总监Eric 黎智德 欢迎Eric 欢迎你好 我是Eric 是 另外一位呢是Flow 马来西亚市场经理Jason 黄国雄 欢迎Jason 嗨 你好 首先我想先请问两位 就是中点房跟一般的这个留宿的旅店住房 他的这个预定的定价 其实会有什么样的太大的区别吗 其实我可以先说一下 就如果你说在香港是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基本上跟酒店一开始定价的话 都至少是30%到50% 少于他们过夜的那个价钱的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的定价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Jason 是因为可能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用途 所以可能这个成本就不会太高 所以这个价格就可以像Eric讲的 低于过夜的这种住宿的50%到30%吗 基本上是因为第一 所用的那个时间没有太长 第二是针对性的不同的时段 好比说早上或者是中午的那个时段 我只需要用到三到五个小时 或者是六到八个小时 那与其是说把这个商机留给其他的 不同类型的地点的话 那我觉得酒店它其实是有考虑到 反正那个酒店房间也是开着的 空调啊各方面啊 各方面都是开着的 所以他只要把它基本的那个营运的那个费用 就是room cost算在里面 然后再加一点利润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接受得到的 那么我想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是Eric 你作为这个flow的营运总监 然后你对于这个市场相信会有一定的观察 就像我开场提到的 其实在西方世界的话 这种微住宿microstate的趋势 很早就已经开始发生 可是具体在东南亚的趋势 你的观察又是怎么样的呢 对 刚才你说的没错 其实这个模式的话在亚洲或是美国 10年前大概就进入了 但是亚洲的话基本上是我们当年 就是18年左右在香港开始 然后才有这个模式 然后东南亚的话 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模式也适合东南亚呢 因为就是那个短途的旅客 还有本地的旅客 就是那个趋势是越来越高的 比方说就是马来西亚的情况 我们知道很多新加坡的人 会去马来西亚 尤其是那个新山那边 有一些商业的旅客 其实他们是在两个国家 或者是两个省之间旅行 然后停留当地的时间其实很少的 所以我就看到就是说 其实上天两夜 或是长的假期这些需求 其实那个增长 没有那个一天或是半天 那个旅游的需求快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商机 是 那Jason 你作为这个马来西亚的市场的经理 其实对于东南亚 或者是比较针对性的马来西亚来讲 我们通常要去住终点房 其实具体需要被满足的是 哪一方面的需求 真的只是住在那里几个小时 然后休息一下 还是其实对于旅店的这个周边的设施 我们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需求 看清楚的没错 我相信现在的需求 就好像昨天我跟酒店 他们谈到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自从这个COVID过后 很多我们都开始说是New Normal了 其实在我们的行业里面 也有出现这个New Normal 怎么说呢 就是好比说一般姐妹 她们可能有需要用到那个酒店的房间 可能只是要来化妆 就是去舞会 或者是去dinner之前 你知道女士们 她们都有那个姐妹套 要分享这个化妆的心得 或者是我帮你化个眉 然后你帮我化个嘴唇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针对其中一个部分 那还有其他的就是家庭式的话呢 可能有一些有带蛙 有带小孩的一些家庭主妇 他们就很深同感受 就是可能有两个小朋友 或者是即使是一个小朋友的话 他们可能要泡奶啊 或者是要换尿布啊 还是怎样 好比说从新山去到槟城的话 可能中间我们在马六角 或者是吉隆坡 可以停下来去洗个澡 或者是去让小孩休息一下 司机也需要休息一下 那这个是针对家庭式 或者是dication的那个dication 了解 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部分 就是可能用来开会啊 或者是用来做presentation 现在吉隆坡的那个房地产的趋势呢 都趋向于studio 或者是很精致的一个住宿 所以那个空间可能真的有限 两个人或者是四个人住的话 可能有室友 或者是有housemate的话 那可能在做appraiser 或者是好像现在我要录音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是需要一个 比较宁静的一个空间 那聊到疫情之后 就是后疫情时代 我们前一阵子都有在聊说什么 报复性消费啦 报复性旅游啦 相信对于比如说航空业 像住宿就是旅店 一定会有一定的增长 但是如果针对是终点房的需求的话 其实两位你们的观察是什么 有没有一个增长的比例 是你们看到蛮大幅的一个增长 以马来西亚来说的话 我绝对看到是一个报复性消费 但是这个报复性消费 是一个良好的迹象 那怎么说呢 就譬如说在两年前的话 假如是说在一些什么节庆啊 一些长假期的话 在吉隆坡你是很难看得到 酒店爆满的 但是在这个报复性消费的趋势底下 长周末吉隆坡的酒店都是爆了 所以让我们的旅游业 多加了一些希望 我们期待外国的旅客 到回来马来西亚 出地马来西亚 之余国人也可以出地出地马来西亚 即使是在当地旅行 比如说吉隆坡人 在吉隆坡当地消费的话 当地旅游的话 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旅游计划 Jason你讲的是针对马来西亚 当然我们有那么多个周数 我们可以跨州旅游 可是Eric你在香港的话 你有观察到一个 因为后疫情时代的 所谓报复性旅游 然后带动的一个增长吗 毕竟没有跨州旅游这件事情 在香港终点订房 还是会因为后疫情时代 有一定的增长吗 对香港的话 现在因为它没有其他国家 开得那么快 所以说现在我们还在观察当中 就是说后疫情的情况 究竟怎么会影响终点的房 还有普通过夜的房 不过其实我们现在预测的话 其实这个终点房 我们为什么觉得 之后也会继续地增长呢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看数据的话 其实在疫情之前 来香港旅行的游客 其实有一半 他们只是过夜一天 或是不过夜的 他们很大部分的 就是内地来香港的人 他们就自由行 所以说从这个观点的话 我们可以预测 就是疫情之后的话 这次旅客就是我们可以终点去帮到的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不会过夜的 或是来香港买一些东西 然后就回去 对吧 但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终点的房 或者是四五星的终点房 但是现在有了 我们就可以推给他们 去令他们有一个更加高级 高享受的一个半天酒店的体验 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后疫情的话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去focus 刚才Eric有提到四五星的这个酒店房 也提供这个终点订房的服务 这个我们稍后可以来聊一下 可是我想穿插一个 跟经营和管理方面 比较相关的问题 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都知道 像我们必须要居家的远距工作 然后也有一些线上结合线下的 这种hybrid混合的作业模式 就算是现在我们说 疫情稍微有趋缓了 像我们今天 我们还是会用这个线上连线的方式 来做访谈 那么作为一家应用城市的开发企业 Eric你认为Flow 采取这种办公模式 就是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好跟不好吗 这个问题很有趣 对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好业不好我们觉得也有 但是好是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这个也要看 你的公司的那个模式 需求 对 因为我们是一个IT的公司基本上 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就比较幸运就是说 我们很多东西也是在网上交流也可以完成 在香港的话 我们现在也是有两天是在家工作的 但是这过去一年到来年也是这样 所以说当时也没有影响到我们工作的那个效率 因为我们基本大部分工作也是在网上就可以完成的 但是另外一个不好的影响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建酒店 然后一开始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建不到酒店其实是一个难题来的 因为酒店他们也是比较喜欢面对面见面的 所以说一开始就有一个这个通点 尤其是你可能要参观旅店的环境啦 房间啦 各方面这样子 对 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个就有点难搞一开始 不过之后啦 酒店也慢慢吸引了 就是说啊 你因为他们不见面的真的没有办法做生意 他们也慢慢的适应网上见面会议的情况 但是这过了一两年 我也觉得就是面对面肯定有它的好处了 这不可以完全取代的 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们有Jason 假如我们这个Flow的大家庭 因为他就可以面对面的建一些酒店 在马来西亚 对 我觉得这种线上结合线下的方式 它的其中一个便利 像我对于Flow的观察就是 Jason自己本身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Jason就注点在马来西亚 那当然任何的跟公司内部的交流 就一定得线上去进行 但是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你一定是会对于 比如说马来西亚在地的市场 是有一定的熟悉跟了解的 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 像Jason可能就会比Eric更清楚 我们有MCO行动管制令 所以出行都很不方便等等的 现在疫情趋缓之后 我们刚才就聊到说什么 报复性旅游 可是像Flow作为这个 你们只是预定的平台 像Agoda像Bookings.com 你们也不是开旅店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观察到 其实这个旅店的住宿行业 它的这个挑战 有出现了一些变化 就是疫情前后 其实都有不一样的一个问题和挑战 我相信即使是外面的一个小卖店 都有面对到这个挑战 就是人力资源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的一些部长 他们很积极地跟我们的邻国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主要的那个外劳输入国 去洽谈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行业里面 不只是我们Flow 因为我们的伙伴 就是我们的酒店 他们都有面对到这个问题的话 那其实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这里的 那好比说他们房间收拾不来的话 那基本上就会影响到他们的那个房源 他们的房态 从而就影响到他们的供应量 他们的availability 就是他们能够提供的那个inventory 所以这也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平台 到底有没有很多选择性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可能 对于马来西亚的一些酒店业者来说 Flow的这个平台的诞生 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让我们作为市场前线的人 去跟他们说明 也顺便把亚洲其他国家 目前可能在 好像你说的这个潮流 这个趋势也顺便地去跟他们更新 你在说服这些在地的旅店 有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吗 你说这对于马来西亚的市场来说 是一个比较新的趋势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比较保守 或者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抗拒 去接受这个比较新的趋势 你在说服他们的时候 通常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呢 基本上也不算是很抗拒的一件事情 只是目前来说很多酒店 他们就好比说刚才Eric有提到的 在Flow里面 我们主要去吸取一些 四星跟五星级的一些酒店 那他们四星五星级 可能他们在马来西亚这块来说 是没有再做半天的 除了在MCO期间 他们有做一个work from hotel 就是从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八点钟 这段时间对外提供一个短暂性的入住 或者是短暂性的使用以外 在之前或者是在MCO过后 他们会觉得这个配套不再被需要了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觉得没有需要去制定一个半天的一个价格 所以让一些在合作着的 或者是刚刚开始合作的酒店 他们看到有这个商机的部分呢 那他们就会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基本上昨天就是一整天跟一些酒店meeting 然后他们都是一些assisting的酒店 然后他们对于我们的那个业绩 很欣慰地感到很满意 是 Eric我想可能就要来请你来回答一下 接下来这个问题 因为像我刚才有提到两个不同的旅店的这个预定平台 就是agoda还有bookings.com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有一个强大的这个filtering筛选的机制 然后像我们这些住户的话 浏览他们的平台 无论是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 我们就可以去筛选 比如说我要可以接受宠物的 或者现在就是对于防疫方面 有更多的这个设施的 更多的这个SOP的旅店 我可能就可以筛选 或者是我要几星级的住户的评价是多少分的 那么Flow作为终点住宿的这个预定平台 好像Jason刚才就有讲嘛 可能就是一群姐妹涛 他只需要一个房间 然后做一个晚宴的准备 然后化化妆打扮一下 那么会不会因为是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终点酒店的预定平台 像Flow就不需要有这么多的这个筛选的机制 对 其实这个也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对 因为如果说半天的话 他们比较注重的也是房间的那个指数 或者是你说那个测试的那个要求 也有需求但是比较单一 就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比较注意 那个酒店有没有游用值 或者是有没有那个gym 然后他可以用一下 可能就已经满足了我们大部分用户的那个需求 会不会包那个主餐啊 会不会包那个晚餐 这类型的用户的确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们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失爽的需求 就是说那个入住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半天嘛 所以说我们那个入住的时间是比较单轻的 然后这个其实有一些用户也有问 你们可不可以真的选到哪一个时间我可以入住 这个需求就我们特有的一个失爽的需求 然后这个我们正在研发当中 因为要基于那个入住的小时去做这个失爽的话 其实继续的需求比较大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建立当中 不过你说的对抗 就是对那个设施的需求的话 我们这半天的用户的话 相对那个需求是比较小的 确实就是如果我可以更灵活的去决定说 我什么时间要入住 然后我入住的时长大概是几个小时 因为半天的话是12个小时 可能我也不需要12个小时 我要5个小时3个小时 那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住户来说 相信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需求 尤其是我们定终点房 就是需要一个短暂的停留而已嘛 可是像我刚才开场就有提到 Eric你自己是香港人 就是透过港剧 我们可能就会对终点房 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那么可能我们就会担心说 像环境啦 贫瘠或者是口碑 对于有提供终点服务的这个旅店 可能就不是这么的友善 或者这么的正面 其实Flow具体有采取哪一些审核措施 来先帮忙住户去把关这一个层面 因为你总不可能永远都是找 四星级五星级的酒店 可能三星级甚至二星级 甚至是一些最近流行的Boutique Hotel 也会是你们想要笼络的一个旅店跟住宿是吗 对 没错 其实四五星虽然是我们最想合作的酒店 但其实我们平台也有不少的三星级的酒店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那个range也是三星到五星 然后其实我们在跟酒店谈的时候 我们也要看它的地点啊 它的房间 我们其实每一家签之前 我们其实都会去那个酒店先看一下 我们真的去看一看它的那个房间 是不是真的是跟照片不会差太远 对吧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那些平台 有些阿古达那些 它的照片真的是很漂亮 但是到那个时候差很远 对 所以我们把挂的话 我们基本上大部分我们可以去的 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第二就是真的如果说 那个星级太低的话 其实两星这样 所以我们今南也不会 除非它的真的很漂亮 比方说那些Boutique的Hotel 可能它们没有星级 是啊 它们没有太多设施 但是实际有一些 它内部真的是挺有个性的 就是我们也会去考虑 这个就是我们把关的其中一环了 是 了解 就是最主要是不要有这个照片的现象 我们说照片欺骗的片 不要有这个现象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Jason 就是像我们聊到Boutique Hotel 其实在马来西亚也很多 泰国也很多 新加坡也不少 这个趋势算是流行起来了 但是因为Flow的总部在香港 你是具体看到了什么样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一个趋势 或者是市场的观察 所以先开发马兴两国的市场 因为你看泰国的曼谷 或者是印度的新德里 其实都是商务科 或者是旅客常去的城市 为什么不是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而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这个答案很直接的 就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OK 是碰巧请到了马来西亚人 是这样的意思吗 也不是的 就是相对的 你看Flow其实在香港 澳门和新加坡 都属于一些比较小范围的一个区域 或者是城市 或者是一些国家 那相对的在马来西亚 州处来说 我们是地广人不多 是 我们自己假如是说 那个旅游资源的话 基本上可能国人自己本身 也未必都去过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一个市场的定位 那再来 我是觉得刚才 康星里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这里相对的 酒店类型很丰富 那除了四星五星 还有国际品牌 那还有一些本地很有个性 或者是很精致的一些 Portet Cartel 就是我经常去 布克平当那一带 去见顾客 去见酒店 但是 那一带就有很多 对 每一次我经过 我都会发现 这个怎么上一次没有看过 然后就进去 哇 真的是你会发现 又多了一个不一样的产品 去卖这样子 所以是很多东西 可以去挖掘的一个国家 那我相信泰国 马来西亚旅客来说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在疫情之前 我少说一年 至少有去两次 那我觉得他那边的酒店 也是做得挺好的 只是那个就要看我们 按部就班的去开发吧 那对于马来西亚的市场来说 我们可以怎么期待 你的这个发展和拓展的策略呢 像你刚才说 我们有很多周数 所以你们目前 Float只是集中在雪龙区吗 目前来说 我会比较集中一个urban area 就是一个比较都会型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第一 它的那个走向会是比较多元化 除了商用 也可以是可能dication 或者是现在我们每一个 基本上都把自己当成是网红 在instagram story那边都会有这些现实的动态 都会不断的去发布 打卡啦拍照啦 对打卡 然后就好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的那个Botique Hotel 其实也是很多人去打卡的一个热点 所以我是觉得我会先把吉隆坡这个部分先做好 那再走出吉隆坡去到其他城市 那目前来说在Float这个平台 大家可以找得到就是除了吉隆坡 也可以看得到冰城 遗宝 还有就是一些南马的一些酒店 不过都是比较都市的区域 对 就类似吉隆坡这样子的一个城市 好 当然我相信在城市的部分一定是商机比较多啦 像人流量啦 或者是各方面都比较发达 然后也比较密集 确实对于这个住宿的需求就会比较高一些 问回Eric的话 就是对于这种微住宿microstate 他的这个未来的趋势 你会怎么样去判断呢 我其实觉得我们的用户 其实他们很聪明的 他们是很自动地去找不同的用途 比方说如果来香港 我跟那些用户比较多接触 就看到就是说 从刚才提到的商业的用途 其实疫情的话 就多了一些用酒店来 跟几个朋友啊 或者闺蜜啊 他们去开派对也有 或者一群brother brother 看足球赛喝啤酒 对对 或是看Netflix啊也有 然后有一些也是 比方说好像刚才Jason提到的 有些KOL啊 他们想找一个比较好看的地方 去拍影片 或者是做一些直播也有 然后也有一些本地的 真的是周末 可能跟自己的朋友啊 家庭啊 去当那个酒店 是一个微度假的一个用途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现在我们 像这个半天酒店的访研开拓了 我就觉得慢慢的话 其实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那些用户他会支持发掘的 然后不只是住那个用途 还有是晚 或者是商业的用途 还有其他用途 其实我们越看越多 那除了这个需求 越来越多元化 然后你们的提供的服务 可能会越来越丰富以外 根据这个Vulcan Post 今年2月份的报道 Flow在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三个市场 累计的这个订房量 是已经超过20万 然后你们帮忙这个 进驻在你们平台的旅店呢 也增加了额外的 超过千万美元的营收 那么美国的商务旅游资讯网站 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 就报道说 巴塞罗纳其实有 另外一个平台 跟Flow是类似的 做微住宿预定的服务的 叫做buyouts.com 2020年1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成功融资了 1000万美元 然后面向海外 去拓展市场之后呢 又进一步取得 超过2000万美元的 这个融资额 如果我们来聊 Flow自己的这个 营业和经营的话 Eric你未来会想要 采取融资的这个模式吗 还是你会有上市的规划 对 其实我们很幸运的 其实刚刚我们在5月的时候 就我们Flow也成功了 融资了一个EB的金额 就是用来我们在东南亚的 拓展市场用途的 对 这个就是大概也就是 四位数字美金的一个 EB的融资的金额 所以说我们未来的那个融资 我们也有一个计划 就是希望可能在年底 或者是年初我们会有新EB的融资 就是为了我们在马来西亚 然后说可以开多几个省 还有就是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我们也希望其实可以 进入到那些新的市场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其中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 是的 我想像Eric还有Jason 讲的这种 Judity Malaysia 或者短暂的这个住宿方面 未来就是终点预定房 这个模式一定是会越来越流行 然后需求也会越来越高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一位是Flow的营运总监Eric 黎智德 还有一位是Flow 马来西亚市场经理 Jason 黄国雄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探讨了很多 终点预定房的这个趋势 还有市场的需求 我相信除了是 过夜的这种旅店住宿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 是终点预定房 能够满足我们的 谢谢两位 谢谢 开门建商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财经.my BFM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周二至周四 每天准时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以及LinkedIn 开门建商 我们下期见